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 Bala 留言信箱 今天回答一個網友的問題 他是一個會計 想移民來加拿大 於是想問一下 究竟是直接來申請Express Entry 還是先來留學 另一件事就是他的英文就是 聽和讀就OK 講和寫就差一點 怎麼辦 這裡要拆開幾個問題來講 首先就是現在加拿大是一個lockdown的情況 可能入境除非你是加拿大的公民 或者是永久的居留權 你不是啦 如果不是 基本上你就不可能過來 當然你是這個直系親屬的話 又或者你本身已經拿到那個visa 留學生的資格 而你又能夠證明到你是要 physical 上學的 實際上其實這個也很麻煩的 因為我常常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內 現在讀書都不用 physical 上學的 但anyway 這樣你才能夠入境 我試過有個朋友 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lockdown 很可憐 他還沒拿到永久居留權的資格 但已經批了給他land 當時4月 他全家賣了所有房子 然後就飛過來 做了些 farewell 人們都哭了 拜拜 記得寫信回來 這句不會說的 因為現在不用了 Facetime 算了 然後就入境 來到加拿大 然後他就說 你不是必要的一個旅行客 然後不是我來land 這個land 那個 expiry date 是8月 那現在是4月 你做什麼了 然後全家被遣返回香港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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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就拿了些行李 然後呢 他就不是在多很多比爾順機場 去這個赤立國機場那裡 call回那些親戚 喂 你怎樣 都布啦 不是 我現在在香港 我賣了樓 可不可以收樓 我 然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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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就好一點 這些個案 一開始大家落單都不知道 究竟政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其實 現在呢 就會在你訂機票的時候 又或者你在香港上機之前 就已經檢查清楚你所有 究竟可不可以有支架飛來入境 就不會這樣扔回頭顯犯這些 好一點 但當然那個案子又比較痛苦 所以這些你需要來去檢查清楚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呢 就剩下你直接申請移民的資格 又或者你要等到疫情緩和回到 加拿大重新來去unlock的時候 你才可以做個留學的方法 當然 直接申請的時候 如果你問這個移民顧問 如果你那個分數是夠高的話 根本就是馬雷人 你直接申請吧 如果不是的話 當你等到 就是unlock的時候 過來 去留學 慢慢找到一份 留學的時間都可以做的工作 又或者留完學之後 剩下一點時間 然後你可以找到工作的 的確在移民的分數上面 是可以加一些分數的 那你移民就可以十那九一些 再加上你就可以在過程當中 能夠適應到那個新環境 但at the same time 當你現在在境外的時候 你既然獨得會計的時候 然後有兩個的路向都可以進修 第一個就是你查考CPA Ontario 或者CPA BC省 Depends on你最後決定去哪裏 然後你在那裏就可以查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變成CPA 裡面會有不少的application 或者是科目 你可以online開始去查詢和讀 反正你現在來到 或者是在海外 都是online讀的 那ok 然後第二個方式 就是讀這些master program master program 以我所知 其實都好像是要你真的在加拿大的 哪怕那些master program 有一半的人數 可能都是international student 今年可能倒下未必有這麼多 因為你是那個physical movement 就有些困難 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那這些program的好處就是 一個就是你可以 through這個CPA 拿到一個destination 另一個就是 through他的master program 他會有一些care center 有些network 讓你能夠容易一些 來找到工的 容易一些來找到工 同一時間他也會給你多些support advise 你之後呢 你可以問很多的問題 透過他們的幫忙 幫你來改善你的resame 你的interview的技巧 各方面 這些都可以考慮的 但是當然 當你未移民到的時候 或者在搞移民的情況之下 你是一個international student 以照你那個學費就會高昂很多 這個需要來去計清楚那條數 怎麼算都好 移民了之後 享受了那個便宜一點的學費 始終都是開心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移民到 ok 跟著之後呢 就是講到英文的問題 你的comment 就比較genital 如果是講移民 你需要可能做一些評核史 例如CLOB 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 才能夠核實到 究竟你 這個聽說讀寫的能力去到哪裏 這個是關於移民的 那麼如果你是講 在加拿大生活來說 普遍的一些華人 包括自己在內 一開始來到的時候 讀呢 通常是最好的 因為書本上面 就能夠吸收到 跟著之後呢 聽呢 就相對來說 是弱一點 你可以practice的 就看多些美劇 而看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可以 不用中文字幕 是用英文的subtitle 就會好一點 到最後可能 連subtitle都不用 有些人覺得好一點 有些人可能 學完字就會更加好 這樣就根據你自己學習的方式 跟著之後呢 就寫了 寫如果你有份工 或者你是 通過那些 無論CPA Program 這個Master Program 又或者你真是找到份工 是需要來寫英文的 都會來到 去有所改善 最好不單止 只是寫一些email 寫一些論文式的 或者一些business writing 就會強一點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進修 如果是講會話的話 這個真的要practice得多 才可以做得到完美 或者 不要說做得到完美 做得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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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真的 當你選擇 留學來到這裡的時候 就會幫助大一點 尤其是如果你可以 困多一些 不是同聲同氣 講廣東話 或者是國語的朋友的時候 哪怕那個 就是印度人都好 他們通常那個英文 都是好過一些中國人的 當然他有他的口音 我經常覺得 在網上去嘗試 或者是在境外 在一個中國人的社會裡面 去學講英文 怎麼算都好 都是差一點的 但是加拿大來說 比較friendly 他不會說真的 笑得太緊要 覺得我們說不定 就是鄙視 或者覺得我們能力差一點 各方面 所以 就會比較 寬容一點 這方面 也是對於 移民的朋友來講 會開心一點的 英文始終都要時間 來去浸 跟移民有少少不同 希望分享的這些資料 能夠幫到你 也都歡迎你 繼續留多些言 最後帶回頭盔 我始終都不是一個移民顧問 更加不是移民官的 但是為了你的留言 我也問過一個移民官的朋友 給多一點參考資料 關於移民 你始終都是找回一個reliable的 一個移民顧問 來查找多少資料 又或者同時間 你也可以上回移民的網頁 他都有很詳細的資料 來披露給你 今天分享到這裡 歡迎你 Like Subscribe Share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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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